真正的新娘 从前有一个姑娘的母亲去世后 父亲又为她娶回了一个继母 继母是一个狠毒的女人 她不喜欢丈夫和前妻生的女儿 所以总是千方百计地折磨她 让她不停地干很重的活 有一天早上 姑娘的父亲出门做生意去了 于是继母对这个姑娘说 这里有四棒羽毛 你必须在今天天黑以前 将上面的羽绒全部剥下来 否则你就等着挨饿吧 可怜的姑娘看着那一大堆的羽毛 心里直发触 可手上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耽搁 因为继母从来都是说话算话的 姑娘不停地干着活 她实在太累了 不由地叫道 上帝呀 难道就没有人可怜可怜我吗 话音刚落 只听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放心吧 我的孩子 我来帮你 姑娘抬头一看 原来是一个老婆婆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还拉起自己的手 问 你有什么事 全都告诉我吧 于是 姑娘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老婆婆 最后说道 如果今天晚上 我不能把这些羽绒全部剥下来 继母就会打我 不给我东西吃 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别担心 我的孩子 你先去睡会儿吧 我会帮你的 姑娘就在老婆婆的话音里睡着了 当她醒来时 不仅所有的羽绒全被剥下来了 屋子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只是老婆婆不知了去向 姑娘赶紧跪下来 感谢上帝的恩赐 继母来了 看见所有的事情都干好了 感到非常的惊讶 她对姑娘说 你这个小贱人真会偷懒 你干完了这些 不知道去做其他的事吗 第二天 继母又对姑娘说 这里有一把马勺 你就用它去将外面池塘里的水咬干 今天天黑以前 必须干完 姑娘接过马勺一看 里面全是洞 根本没办法将水咬起来 更别说 用它咬干一池塘的水了 但是 她不敢耽误 只好一边努力地干 一边悄悄地落眼泪 别哭 我的孩子 我这不是来了吗 你快去那边树荫下歇歇 让我来吧 昨天出现的那位老婆婆 又来到了姑娘的身边 只见老婆婆的手 一碰到池子里的水 水就变成了一股青烟 飞上了天空 干完了这一切 老婆婆一转眼就不见了 姑娘跑到池塘边 发现里面有许多的鱼 还在蹦来跳去 于是 她赶紧告诉了继母 继母一听 她真的在一天的时间里 干完了这件活儿 脸都气歪了 嘴里说着 早就该干完了 心里却又在打坏主意了 过了几天 继母对姑娘说 我们现在的房子太小了 你在池塘的对面 空地上 建一座宫殿吧 今天晚上我就要搬进去住 天哪 我一个人 怎么可能造出一座宫殿呢 姑娘吃惊地问继母 不许顶嘴 如果你没见好的话 有你好受的 记住 并且要将房子装饰好 继母大叫着 正当姑娘一筹莫展的时候 那位好心的老婆婆 又来到了姑娘的身边 她摸摸石头 石头便会自己移动起来 好像有千百个人 在那里工作一样 刚到中午 宫殿就已经建好了 太阳落山前 屋子里的装饰 也全部做好了 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 成千上万盏彩灯 一起亮了起来 姑娘简直看呆了 当继母来检验这座房子时 一不小心掉进了地窖里 摔死了 姑娘独自拥有了这一切 她的美丽 善良和富有 很快就传开了 许多人都来向姑娘求婚 可是姑娘都不喜欢 直到有一天 一个英俊潇洒的王子 来到了她的面前 向她求婚 姑娘终于答应了 姑娘和王子定了婚 王子告诉姑娘 我回王宫去接我的父母 你就在花园的菩提树下等我 我几个小时后 就会回来的 两人在菩提树下吻别 姑娘说 我会在菩提树下等你 直到你回来 姑娘静静地坐在菩提树下等她 天黑了 王子没有回来 第二天也没有回来 姑娘 姑娘一直不吃不喝地 在菩提树下等了三天三夜 但是还是不见王子的身影 姑娘说 我要去找她 她一定是遇上了不幸的事 找不到她 我绝不回来 姑娘为婚礼准备了三件非常漂亮的衣服 上面分别绣着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图案 她戴上了这三件礼服 和一大把宝石上路了 一路上 姑娘不停地打听 一直找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找到王子 最后 姑娘来到了一个农夫的家里当牧羊女 她把三件礼服和宝石 埋在了房子后面的一块大石头下 不久 公主要结婚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国王要为公主的婚礼 举行三天的宴会 并说 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参加公主的婚礼宴会 姑娘听到这个消息时 原本不太在意 可当她在迎亲的队伍中 看见新郎 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时 一下子惊呆了 可骑在马上的王子 却没有看见路边的牧羊女 姑娘伤心极了 她跪下来 对着一只与自己最亲近的小羊畅导 小羊 小羊快跪下 我是牧羊女 你可记住了 别像王子一样 忘了她的新娘 我坐在菩提树下等她 伤心透了 可她却一去不回返 小羊任由她抚摸 咩咩地叫上两声 仿佛是在为她的不幸叫躯 第二天 新郎又从这里走过 姑娘又对小羊唱起了歌谣 小羊 小羊 快跪下 我是牧羊女 你可记住了 别像王子一样 忘了她的新娘 我坐在菩提树下等她 伤心透了 可她却一去不回返 这次新郎听到了歌声 她停住马 看了看牧羊女 可是很快又上路了 牧羊女望着她的背影 自言自语地说 唉 她不认识我了 我可怎么办呢 不行 我一定要去参加婚礼 我不能放弃这最后的机会 说完 她便取出绣着太阳图案的礼服 找出太阳宝石胸针 一个人来到了王宫 当她走进王宫时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 王子立即上前请她跳舞 把公主丢在了一边 晚会结束后 公主迅速地消失了 她回到村庄 换回了衣服 第二天晚上 姑娘穿的是 绣着月亮图案的礼服 配的是月亮宝石胸针 在整个晚会上 她是众人注目的焦点 王子 王子再次与她共舞了 一个晚上 临别时 王子要她答应 明晚再来参加晚会 第三天 姑娘穿的是 绣着星星星图案的礼服 配的是星星宝石胸针 在王宫里 她的礼服 会在灯光下 闪出五彩光芒 王子又将她拥入了五尺 王子说道 告诉我 你是谁 我感觉 我们似乎早已相识 难道 你不记得了吗 在我们分手时 我说过的话 说完 姑娘便在王子的额头上 亲吻了一下 王子仿佛大梦初醒般 盯着眼前的这位姑娘 她记起了一切 明白面前的这位姑娘 才是自己真正的新娘 快走 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她们手牵着手 来到了马车上 赶着马车 向那座神奇而又美丽的宫殿 飞奔而去 菩提树下 萤火虫在欢迎他们 宫殿里所有的人 都在等待着他们 牧师已经准备好 为新郎和真正的新娘 举行婚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